哈囉大家好我是瑜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把新加坡的旅遊Vlog 全部做一個結束了 那今天我覺得就作為一個後繼 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覺得新加坡有一些一定要去玩的地方 或者是一定要去吃的東西 還有一些我覺得一定要去看的秀 那另外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2019年疫情前去新加坡的花費 我覺得也是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先來說說在新加坡之旅裡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幾個景點 首先第一個就是他們的花瓊跟雲霧林 那個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戰地非常的廣 那超級樹其實也在那附近 所以也都可以一起去逛 那整個花瓊跟雲霧林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冷室 以新加坡來講 因為它的氣溫真的比較高一點 我是覺得會比較熱一點啦 對我來講 那這兩個地方它其實裡面算是比較涼快的 而且呢它算是室內 所以萬一遇到下雨的話 這兩個地方也都是可以安排的 那那個雲霧林真的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我覺得去那邊走走是非常OK的 那第二個我覺得一定要去的 就是金沙酒店的空中景觀台 那個地方其實它的票價不貴 然後呢 你是可以到一個比摩天輪更高的地方 因為很多人會去搭摩天輪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空中景觀台它更高 而且它能夠看到的視野更廣 那你可以把整個金沙酒店周圍的景 全部都看進去 那我個人是可以建議你從傍晚進去 待到晚上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傍晚的景 然後還可以看到夜景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錯的一個地方 另外第三個就是星耀張儀 也就是他們在機場旁邊的一個 新的算是商場嘛 那裡面有新加坡最高的室內瀑布 好像也是全世界最高吧 這個我可能要再查一下 但是反正那個瀑布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星耀張儀裡面 我們那一天是排在最後一天去 所以時間其實有點趕 它裡面其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然後也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還有值得逛的地方 可是呢 因為我們最後一天真的是沒有辦法要趕飛機 就沒有好好的體驗到那個地方 所以那也是我下一次去新加坡的時候 我可能會排比較多時間去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就是克拉碼頭的周邊 我覺得那邊很適合晚上去散散步 那因為那邊也有很多的酒吧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喝調酒 或者是說在它的那個河畔 欸逛一逛 其實也都還蠻愜意的 那那個地方拍照也還蠻漂亮的 所以呢 我覺得那個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去走一走的 再來就是聖陶沙啦 因為聖陶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個地方你其實可以排一整天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你有想要去裡面的環球影城的話 你可以排到兩天 環球影城一天 然後聖陶沙其他地方一天這樣 那邊有太多的東西可以玩了 而且也有海邊 就是有沙灘 所以呢 你甚至也可以去沙灘採採水 那聖陶沙裡面其實也有非常多的點 比如說海參館 蠟像館這一類的 那也有很多可以玩的東西 比如說他們有滑梯車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體驗的 所以以上這些景點呢 就是我個人印象比較深刻 然後如果我的朋友要去新加坡的話 我會推薦他們去這些地方看看的一些景點 也給你們做個參考 然後新加坡其實也有很多的秀可以看 他們有免費的跟付費的 那免費的話我個人非常非常極力推薦的 就是水舞秀 他在他們濱海灣商城的那個前面有一個噴水池 那邊會有水舞秀可以看 那個真的是超級震撼 那個只有現場看 你才能夠體驗到那個震撼感 因為你後來回來看影片 其實跟現場看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聖陶沙有一個仙賀芭蕾 那個秀也是非常非常的酷 然後最後我們看的時候是有放煙火啦 所以呢 他整個設計是非常特別的 我覺得那個也蠻值得一看的 那當然他們還有很多其他的秀 譬如說超級樹的燈光秀啊等等的 甚至也有付費的時光之翼 這些當然也都可以去看看 但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不想花錢 然後你一定要看兩場秀的話呢 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兩場 是我會推薦去新加坡的朋友一定要看的了 那最後呢 就是關於吃的部分了 其實因為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著重在吃的部分啦 但是呢 有兩個東西 是我認為我這一次去新加坡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雅昆 然後還有辣椒螃蟹 對我覺得這兩個東西是 我如果朋友要去新加坡 我一定會推薦他要去吃吃看的 因為那個雅昆真的是太棒了 我可以為了雅昆再飛一次新加坡 這真的不誇張 當然他們還有土司工坊 可是我影片裡面有講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雅昆的口感 那辣椒螃蟹也是 這個辣椒螃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當然我沒有在台灣吃過啦 也許我可以在台灣去吃吃看 但是呢 我在新加坡吃到辣椒螃蟹的時候 真的是覺得 哇原來螃蟹 可以這麼好吃這樣子 這真的是一個 很特別的體驗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在台灣沒有花那麼多錢 吃過一隻螃蟹 所以台灣我吃到的螃蟹 可能都是 比較low的螃蟹 但是呢 在新加坡吃那個螃蟹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個人 這次去新加坡印象非常深刻的幾個地方 然後也是我會跟大家推薦的幾個點 那接下來呢 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2019年去新加坡的一個花費 那它是疫情之前 你們可以看一下 疫情之前跟疫情之後到底會不會有什麼差別哦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電腦的畫面吧 這個就是我這一次去新加坡全部的花費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有分成在台灣預先支出的 還有我到現場的時候用新加坡幣買的 那在台灣預先支出的包含了 桃園到新加坡的長榮來回機票 我們那時候買真的還蠻便宜的 只要7835元 現在的話應該就 將近要翻倍了吧 我覺得 然後因為我是從台中過去 所以我還有台中到桃園機場的來回桶聯車票 那五天四夜的住宿呢 因為我是跟我媽一起去 所以我們是兩個人平分 平分下來的話 總共是3960元 然後那另外還有信卡 以及這些全部的門票 還有一個是他們代金券 這個是我們吃辣椒螃蟹的時候 就是買了一個代金券這樣 它可以抵100新幣 那再來呢 就會來到了我們第一天的花費 那其實主要都是吃的跟玩的 那主要是交通卡這個地方啦 花了32塊新幣 那那個時候已經算好就是 我們這五天的交通大概就是會用到這些錢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存進我們的交通卡裡面了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雅昆 他其實飲料在新加坡很多 你要加冰的話 是要另外加錢的 所以呢雅昆的話 如果你飲料要喝冰的 他要加0.8塊新幣 那你可以發現我第二天去吃了雅昆 然後第三天我去體驗了他們的土司工坊 第四天第五天 這全部都是雅昆了 因為我真的很愛雅昆喔 那這一次呢 其實有一個海洋館門票 這個我是到他們的旅行社去買的 因為旅行社買比在台灣用K-look買還要便宜 所以呢這個價格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啦 那這裡還有一個無招牌大蕉螃蟹 我們把帶金券扣除之後呢 兩個人平分下來 就是我還花了11塊新幣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可以看看的 那我們這一次當地貨幣總共是花了372.45新幣 如果以當時的匯率來講的話 是8566人台幣啦 那當然裡面有很多東西是伴手禮 譬如說這邊47.5塊新幣是伴手禮 然後後面這裡巧克力啊蛋糕啊 甚至這個航空版皮卡丘 這些都是算是非必要性的花費啦 還有前面這裡有一些紀念品有沒有 這個其實都算是非必要的花費 那我其實在這部分也花了蠻多錢 所以呢 其實如果只算吃的話啦 我在這個新加坡花的錢其實不多 比較多是買伴手禮 那更多的錢是在台灣就花完了 我這個人旅遊比較這樣 我比較不重視吃 我比較重視景點跟玩的部分哦 那最後也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會發現我飲料買的其實都不便宜哦 所以呢 如果你們有想要買飲料的話 在新加坡可以找他們的超市 然後不要去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賣的其實都蠻貴的 尤其是魚尾斯塔的那一邊 誒 剛剛怎麼沒有講到魚尾斯塔 不小心沒有漏掉了 所以魚尾斯塔也是大家應該都一定會去的地方啦 那個地方我就不特別講了 魚尾斯塔那邊因為賣飲料的很少 所以呢 我們在那邊買的話會比較貴一點點 如果你可以先買好帶過去 就可以省下一點點的錢這樣子 那最後我們的總花費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的總花費 是這樣 這是台幣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換算成台幣之後的新加坡幣 我這一次去新加坡 總共花的錢是24,490元 就包含所有的交通 吃啊 住啊等等的 全部包起來全部就是花了24,490元這樣子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內容 那很多人會說 你如果要那麼省 乾脆就不要出國玩了 其實我覺得話不能這樣子講 因為呢 我覺得我自己要把錢花在我想要的地方 所以有的人他出國可能非常重視吃 他想要吃當地最好吃的 然後吃最棒的 那有的人可能重視玩 他可能想要去比如說環球影城等等的 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想要看景 他想要多拍照 所以每個人出國的目的跟想法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要出國的話 你如果想要找旅伴的話呢 最好是要跟你找同類型的 不然的話玩起來其實真的會蠻容易吵架的 所以像我的話就要找一些 跟我一樣比較喜歡看景 比較喜歡玩的這個部分 對吃跟住比較沒有那麼要求的一個旅伴 這樣出去的時候才不會吵架 才可以都玩得盡興這樣子 所以出國旅遊找旅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大家對我這次的行程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回去看之前的Vlog影片 我有把整個旅遊的過程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是雨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方來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囉 回到這邊